民众没事不想出门 高雄知名乐园 不管是团客或是散客 人潮少了八成左右 连带附近两家饭店的订房率 也只剩两成 而乐园也做出因应 原本每个礼拜六的夜间营运 从二十一号起暂停六周 而市区的百货商场 则是趁这一波疫情人潮冷清 干脆逐楼层进行翻修改装 期盼能刺激买气 迎接后疫情时代 说到疫情冲击 民众出门意愿降低 高雄知名Outlet 人潮喜喜落落 不只商场惨兮兮 旁边的乐园也大受影响 喷完酒精进场 准备打完特玩 将近十八层楼的设施 高速翻转超刺激 原本乐园尖叫声不断 但近期疫情升温 不管是团客或散客 人潮瑞减少了约八成左右 附设的两间饭店 订房率更是只剩两成 在四月份清明廉价之后 受到进行的影响 我们的游客人数呢 已经减少了至少八成以上 迎应游客减少 本来每周六的夜间营运 从二十一号起暂停六周 不过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 业者也做好准备 预估人潮会陆续回稳 在有据八成的前后呢 我们除了有专人来做定期的清销之外 公共区域的清洁 也完全以最高规格的防疫措施 另外位在市区的百货商场 则是趁着这波疫情 针对内部各楼层来做装修改装 陆陆续续在各楼层呢 持续改装 那这也是巨蛋在开幕以来 一个最大的一个改装 那相信呢 这样子的改装 整个商品的一个调整 能够迎来疫情后的一个买气 重新改装 期盼能刺激买气 除此之外 两管百货 每天都会进行打清销 保护顾客也保护员工 面对病毒来势汹汹 各大业者想尽办法来做改变因应 还是希望能尽快与病毒共存 让生活回归原貌 记者程序科长号高雄仓报道